為了生命的延續 你願意付上多大的代價呢 五年 十年 十五年嗎 如果仍然失敗呢 於是日本風崗和東方百貫共生的故事 顯得那麼動人而不凡 亦都是很漂亮的地雷 音樂是一個滑雛的雷 雲生氣很興趣的地塊 希望表達得開心我活怎麼弄的 海南國富龍缸琴離 非常強大的力度超級意 хватk 所以古德 may高作多數之瀚 就像大今日有八字 重彈矽也這麼大的兩米 emails 就是第一次的大 žeフォッart的鳥 那是飛爬的應該很明顯 非常高的鳥 也是沒有 mode 極端的小黃藢 例此就有大木 Hoppy , 還有一大木ー 所以很貓 但是住在陸的他的鳥 這把他的動作給他 而発動, 心想和藤 祖母會兒子這個是草糖 當地是左 ID上面 算是草糖糖 像是丰岗人一份子的东方百贯 1971年最后一只野贯正式灭绝于日本的天空 把东方百贯逼上举路的 是砍发 湿地变成耕地旱田以及农药 换句话说是非常典型的 现代农家为了增加生产 改善生活带来的必然结果 但是固执的日本人没有把结果停留在必然 封岗 日本兵库县之北 一个距离大阪关系机场 三小时车程的优美城市 展开整整25年 黑暗又促着不断的富裕东方百贯之路 我们的想到最新的幸福 这一旦处立美城市 可能是否之流就完成了 中年13年 这些价格最新的优美城市 一旦处立美城市 成为未来金属老虎 应该成为了 这一旦处立美城市 既有马氏国有種佛歌 上次6話接触時 那我把它出有的 工作久保 呆着齡 多 lyman 拍ź 真拼 当时 就了最終的始末 圍洛 都比不强壮 而当时 我可不得 失敗 是 二人 人 当时 所以要做得很重要的地方 要做几个地方 要做了一些地方 所谓的盆栽 荒野鳥是明亮的湿地 明亮的湿地 高的草地 出面 光合成 明亮的湿地 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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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啊啊啊啊啊 啊啊啊啊 一方面扩大无药农法的田地面积 如此东方百贯就有得吃 另一方面将生态融入国民和社区教育 这样东方百贯就能活下去 这是整整25年漫长的等待 预备沟通 2005年东方百贯终于重返风刚的天空 改变土地改变每一口米饭 让失去生命的重新复活了过来 21家当地企业出资成立了东方百贯本铺 贩售采药无药农法 经过认证的农产加工品 在地妇女孩组成不是女孩团体 职工性的将沸耕地变成一块块实地 这是环境和经济能双赢的证明 是日本风刚了不起的故事